好,我剛剛看了一下講義喔 大概還漏掉的東西是 這個脊椎喔 上面這個脊椎控制器 然後就是在走路的時候 這個位置會整個往 就是你整個上半身會往那個 沼地的方向移動啦 所以只要動這個就好 然後大概它的X軸方向位置是0.05 其實都是自己抓啦 你真的走路其實沒有那麼 規則 這邊我現在選Henry 然後再來是第八格 第八格就是兩隻腳 第八跟第22都是這種位置喔 這邊呢,現在要選第一個脊椎控制器 在這邊喔,這是控制脊椎的喔 它可以做什麼事呢 我這樣簡單弄給你看 它可以這樣動 再來呢,我們就是要讓它 往這個方向動一些 然後再來呢 大概沒有設很多 大概沒有設很多 這-0.05吧 現在是第八格 所以這邊呢,給它Key Select 然後再來呢,是調第22格 這個地方應該是往這個方向動一些 所以是0.05 Key Select 然後再來呢,就是這個脊椎控制器呢 然後再來呢,就是這個脊椎控制器呢 打開Window Animation Edit 然後再來按快速鍵W W是什麼,移動工具嘛 中間拖拉 然後再來是這邊也不對 光旋 中間拖拉 所以線就順了 再讓它調一下 對,順多了,OK 對,現在呢,再... 其實應該還有一段耶 是那個走路的時候 那個腳著地的那一段 就是著地其實應該是有點... 像這個地方應該會... 就是前面這個地方會早一點 腳尖沒有那麼慢下去 有沒有 這段其實不會拖這麼久 所以呢,這個是什麼 這是Heel Rotate X 我不知道講述法哪裡耶 所以就是這段的Curve 其實必須要再調 可是我看這段講述我沒有寫 習慣 因為我以前是從樓到尾做 就是... 就是... 從樓到尾講 從連骨架控制器講 這一次是直接就跳到走路 好,來,不管啦 我們就把這兩個... 選到,然後選到它的Windows Windows AnimationEdit GraphEdit 然後去找一個屬性而已 就Heel Rotate X 就是腳跟著地啦 Heel Rotate X 我先找一個就好了 這是左腳還是右腳 左腳還是右腳 嗯... 這是左腳 好,那我乾脆先選這個好了 不管還是先看一個好了 這是... Urotate X 嗯... 移動工具 所以這邊呢就是說它著地應該再快一點 Shift按著不放好了 等一下我應該是這樣 我先拉到這裡來 你看它這樣著地是花了一段時間 對不對 我要讓它更早著地 所以其實應該是要這樣調 更早 對,上面也要調 對,沒錯 所以這樣主要是說 它剛剛本來是很慢的著地 有沒有現在就變快著地 就這樣子而已啦 懂意思嗎 嗯...這樣就沒問題啦 所以就是這個... 要不要讓它這個... 著地的速度快一點 腳尖著地的速度快一點 所以選另外一個 然後也是Hero 10X 這個 再來就是要快速著地 所以也是一樣 這邊要拉短 這邊要拉長 就是讓曲線早一點到達它要的數值啦 所以這邊就是... 嗯...快速著地 就這樣而已 好 所以這個大概等於做完了 那如果你要再做一些驚喜一點 你可以走路的時候搖頭晃腦 隨便你喔 本來沒有任何意見 還有什麼要調 沒有啦 就這樣子 先存檔 然後再來呢 最後一個動作 到時候你要繳交的是 麻牙檔 麻牙存一個檔 Mb檔 ma檔 隨便你喔 然後另外一個要繳的檔呢 是你key的動 就是這個東西的動畫 切到perspective 我覺得這個等一下再講好了 先這樣子 講太多舞台 我現在看好嗎 好嗎 好嗎